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小万,鸡蛋有一种传统吃法,就是把它做成头发丝细的蛋松,不会就我一个人没有吃过吧?那么今天我就来尝试做它,首先准备一些蛋蛋。准备一个大盆,先敲一个全蛋进去,再敲四个蛋黄进去。 顺时针搅拌均匀。把搅拌均匀的蛋液过筛一下。准备一个喝剩下的瓶子,在盖子上戳一些洞洞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蛋液灌进瓶子里。 忽然发现我愚蠢了,有更好的工具忘记使用了。 现在准备起锅点火。 锅内加入宽油。 油温烧至四成热,也就是筷子插进去灰帽小泡的时候。 现在把油顺的一个方向搅拌,然后把瓶子里的蛋液挤进锅里。 这是我挤出来的蛋液怎么不锡呢? 于是我试了一下,应该是瓶盖上面的孔太小了。 然后我再次加工了一下瓶盖,现在孔的大小应该合适了吧。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瓶子上试试。 应该是可以了。 虽然挤出来的蛋液还不是很细,但是我想看看成品。 现在把它身上的油吸掉。 吸完油后再用干净的小手撕开来。 虽然有些还挺细的,但是颗粒太多了。 所以我再次找到另外一个瓶子试试。 现在的蛋松和肉松真的真的很像了。 现在的蛋松和肉松真的真的很像了。 那么尝一尝吧 哇塞,吃起来还真不像在吃蛋 味道还行,但不算惊艳 由于制作需要宽游,就不建议大家去试了哈 那今天就到这里,各位拜拜了